哈喽大家好我是班大叔 欢迎收看本期大会观察的观察把南希的速散之魂 胜利87%的速散 机械小女孩野人入恋师 这套阵容那真的要连贵的 这套阵容打一个速散之魂 我就可以这么跟你们说 这套阵容打速散 速散屏都不会给 屏都不会出现 这个局就是一个什么呢 三针四 3.7的局大概率是个四 原因很简单 这套阵容遛不动 打架一个野人打不过 然后呢全是脆皮速散 控场也好 追击打控场防守也好 都可以 怎么打都是一个赢面 球者前面比如机械师弱炼师 遇到这边的速散遛不动的 然后呢中期速散 守人的时候同时打一些控场 机子不够 这局真的只有是 有物抽到 只有是野人干嘛呢 野人打出神发挥才行 野人要打出神发挥 小女孩配野人嘛 确实是一个 一个板子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 这把上来没有抓小女孩 这把抓小女孩 我倒是可以写些剧本 对吧 救下来 比如说野人 野人这边还得也是没有博命救 他得别人救 救完以后 然后小女孩这边 来那个 附身了 太难了 根本想不出有任何 可以保平的机会点 机械师的娃娃 修 摇个灵 这边的话入联师拉走 扛刀 这可不能扛刀呀 这扛刀 你搞得入联师能遛的洞一样 大哥你搞错了呀 这机身打过了 你刚才 那也行 那这样的话 他这个丢伞待会儿传 不过小房这边有没有码机啊 小房这边有没有码机 灵就是在小房的 等会儿这 他想追个双岛 但是兄弟你搞 取消了个插刀 进板子 一刀袋 局势是控得住的 但是呢 这波确实 我觉得他应该是 误以为自己打到的是入联师 当时那个角度 我们看过去的话 确实那刀打的是入联师 传送 入联师这边 有没有修机啊 他传的是 找到小女孩 找到小女孩的话呢 真有点剧本 可以写一写了 娃娃这些虽然被打掉了 求者机子虽然不够 但是待会儿如果说野人 那也不行 这野人的话 得第二波救下来 然后才能够召唤司机啊 现在这野人应该有博命的嘛 野人有博命的话 这边救下来博命也 附身不了 但这样的话呢 穷者至少是打出了一些机会点吧 这个机会点呢 我觉得就是 速散给到了一个机会点啊 这边的话 出现了一个失误 他打双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就是搞错了 那怎么办呢 野人骑猪过去 捞入联师这边机 怎么办 算了 现在总量加起来 机子也就三台多 不够 不够 这个机子不够 小女孩能不能卡半救 无伤卡半救下来 野人这边 追到野人 主要是下一波 就小女孩跟野人的配合 很难的 你这就得是在 这边入恋小女孩 有一说一 男士这把的话呢 打得有点飘的 他打得不是很扎实的那种打法 但是局势上面来讲 我觉得还是一个输不了 三针四的局 我这边把野人挂上了 我就问一下 你们谁来救 机械师是教自己的吧 对吧 谁来救 两个半选的人 是不是一个多抓局 只不过就这局 就是刚才那一刀 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外 其他的话 我觉得他打得都是很好的 因为这个人 南希这个人 老观众应该知道 之前是甚至被 有观众认为 他是开挂的 后来他是用实力 证明了自己嘛 那这样一个 对吧 人形外挂的一个选手 打这样一套 打速散 非常吃亏的阵容 对不对 小女孩这边 纸片 哎呀 这把小女孩的纸片 有点可惜 出现了两次都没有交好 两次都没有交好 机子是不够的 机械师这边摸了根针 你们慢慢打 慢慢打 想怎么打怎么打 我这边野人过半了 我就问你们谁来救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南希稳一点 稳稳地把这个野人守飞了 我觉得就没有任何意外了 最怕什么呢 他这边打得贪一点 这边丢伞去找这机械师 然后这边人落下来了 那穷者再度盘活的话 可能有些意外 这样的话应该挂飞了 挂飞以后找机械师 机械师教自己的 外面两个人半学 这两个人得补状态 得补状态 这边是过来找入列 也行吧 没什么太多问题 小女孩飞 飞的应该是机械师那边吧 蓄力刀有了 妈 没有 还行吧 还能再拖一拖 但这拖拖都是做无用功啊 在上级小时看着做无用功 没有我们看完机子就知道了 这边插一台整机 速闪这边是有传送的 这个入列师是一个二挂 你交入列 我过去把你捡了 或者过去把你抓了 你交不交入列吗 我这边把你挂上 你交入列 我过去把你击倒了 挂飞 两人残局 对吧 是不是三抓起步 你不交入列 你这边搞的队友 好像能把你救下来一样 这边是个白魂 我提前顶出去 我提前顶出去 然后开吸魂 谁能救得下来 小女孩倒是有可能 小女孩纸片打断吸魂 过来到脸上 无敌 无敌 但是走不了呀 这个交互点不够强 漂亮 所以说呢 大家相信我对于 阵容和玩家水平的表格 我看的这么多 我还能不知道这个局吗 有的时候呢 那确实对不对 我分析的都很到位 这局就是 他出现了一个 比如说 打了一刀机械师 他看错 他以为机械师没打 打的是入列师 然后多打一刀 这种东西 我能判断得出来吗 我判断不出来的呀 是不是 所以总体来讲 你们还是要相信 潘大帅这个 看了上万把的人 对不对 机械师这边 也不一定走得了 也不一定走得了 因为他这个局 一定是要追四抓的 一定是要追四抓的 传了一手 慢慢排就好了 慢慢排就好了 因为现在的话 时间是已经是 两点钟出头了嘛 所以说就不太会有 下一把的 也不用去赶下一班车 就直接 稳稳的多拿一分 试一分 这边的话 把小女孩摸起来了 小女孩这边是个挂飞 找到机械师 先把机械师击倒了 机械师教自己的 这是一个名的教自己 击倒了以后呢 然后再找小女孩 刚好这边20秒 给我一个香水 骗掉好的 他看到香水 眼神好 眼神好 要我我看不到 回来 虚拟刀 刚好这边就击倒 差不多20秒左右 如果说 那个香水扛到一刀 的话呢 怎么又一瓶香水啊 哪来又一瓶香水啊 小女孩这边想跳地 叫可能性约等于零啊 是不是跟你们讲了 这个局是一个3.7的局 就是大概率四抓 然后小概率三抓 虚拟刀 你回 这边有个窗 但这个窗不敢翻 因为这是一个雷若位 321带走 小女孩这边的话 没了 还是更多的是阵容问题啊 倒不是说 穷者打的有什么问题 这套阵容 面对这个速散啊 这种操作能力的速散 真的没有机会 你打一百把 我觉得穷者能保平的 可能只有十把 能真胜的可能 三把都不到吧 改参加分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